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胭脂千万要少 这样就可以画了 这个花头 继续造型 这样就可以了 花心部位加的是 胎青蓝 加胭脂 这样 给以上别的花头那种办法是一样的 一层一层的把它分出来 后面再重一点 这个蓝色的花头 这样就完成了 朋友们咱们接下来画一个红颜色的 这个红颜色就大红 这是最常见的 它颜色呢 笔根上 笔度上上足了牡丹红 这个牡丹红 把整个笔上足了以后 把笔尖上的多余的刮到 在笔尖上上胭脂 这样就可以了 来 这就是在原来画的核化型的造型 各种颜色都可以画成各种造型 根据你的画面的需要 来 这外形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胭脂要浓 笔上的颜色要薄 这样画出来 它才浑厚 其余的肺白就留着它了 这个红花 这样基本就完成了 咱们下面接着画一个紫颜色的 紫颜色的 笔根上用白 加白 笔尖上加胭脂 胭脂加白就产出一束钳子 如果感觉跟红太靠近 可以加一点点太青蓝 笔尖上 这样就可以了 画成什么形状 这个给予你的画面需要 咱这次主要是讲 牡丹这种颜色的调配 它的外形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上面现在呈现出来的干湿 浓淡花的造型都比较完美 这个时候 笔上颜色已经不多了 需要加色 需要加色 加色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加白了 加一些胭脂 和太青蓝 来画的时候要注意它伴与伴之间的这种深浅变化 这种关系 行笔 画一些走弧线的动作来完成 它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这地方 适当地加一下 找一找它的层次 什么地方 感觉不够的可以再加一下 这几个 加这几笔是非常要紧的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就给大家画一个 所谓的末牡丹 这个末牡丹并非就是纯末的 它是有红 红颜色 就属红 回来是牡丹红 把颜色把笔上足了 以后 加烟纸 笔度上是烟纸 笔根上呢 是牡丹红 这个时候呢 笔尖上 加墨 这个样 调出来 这种颜色 就是黑紫的颜色 就是黑 红里边 发黑 就这种感觉 这就是 末牡丹 外形 现在已经画出来了 这个时候 可以再加墨 在上面加重 尤其是这个画的红木的这种深红的这种末牡丹 颜色 颜色 薄了以后 一干 感觉 画得很薄 很不饱满 所以说 重复它 是非常必要的 颜色足了以后 它 干了以后 也是非常融融的一种感觉 黑融融的 一种感觉 还是从 花心最重的地方开始调 找一下 花瓣之间的 关系 好的地方保留下来 铺好的地方修一下 好 这就是 所谓的末牡丹 咱们已经把它完成了 朋友们 咱以上讲了 牡丹的九大色系 真正自然界里的千字百态 有几十种 甚至几百种 咱们要把它归纳 这个样呢 有便于大家的学习和创作 这一刻 咱们就讲个 好